無國平 無國糧 你得到無家大閣遺產 一方面認為難免的不是國中 另一方面向若林展開追求 然後會... 難道他就是兇手? 阿荔 你暗暗沉沉在幹什麼? 不要打亂我的思路 我快找到哪個真兇了 我還以為是什麼 原來是發言灣的神岑破案遊戲 當然了 上星期羅惠萍在懶惰 她可以找到哪個真兇 現在我要快她一步 但你快也沒用 雖然發言灣的神岑破案遊戲 就是在7月14日才截止 但你不要忘記我 你是公司的藝人 所以不能參加 又不是一定要參加 上星期我看完5晚發言灣之後 就覺得很有興趣 如果預先知道哪個真兇 就看上去更加有興趣 也是 是嗎? 猜猜也好 你們在這裡欠什麼? 終於來了 來了 我來介紹 這是陳秀珠小姐 林以文 你好 廖安麗 是 陳復生 是 我是湯正業 原來是湯Kent 是嗎? Kent 真厲害 我們已經認識他了 真的 正姑子,乖放錯 不要說 請坐 歡迎你們 隨便請坐 是 來,坐那邊 是 Kentong 22的 什麼Kentong 廣州 不是 你不知道嗎? 湯正業是姓Tong的 這個名字叫Kent 我讀的時候就是Kentong 對 所以如果將來他有什麼 整股我們 不要緊 我們一腳踢這個Kentong 去製作Kentong 是否適合 沒錯 如果對腳那麼厲害便好了 可以參加奧運 包你這個幾面金牌 對呀 真的嗎? 我真的不跟你們沿著一份 你說開奧運 知道我們的奧運中環是怎樣拍的嗎? 奧運中環這個節目一向都是採用小型錄影機來拍攝的 雖然就不是在公司的錄影廠裡面錄影的 但是由於攜帶方便 所以就算在戶外拍攝出來的效果 也是跟在公司的錄影廠裡面一模一樣的 好 陳敏儀 陳穏儀 陳穆珊怎麼會來這裡 我剛好進來聽你拍我的奧運中環 不如我們出去聊聊聊 好嗎? 好呀 來 不如我們由奧運中環講起 好呀 我知道你除了做這個節目之外 還是另外一個體育節目 足球雜誌裡面做記者 其實你自己本身是否真的對運動很有認識 那你看我的樣子像不像 看起來有挺像的 你說得對 就是因為我的外形像運動館 所以編導就找我做一些體育節目 其實呢 樣子運動我也喜歡玩一下 但是呢 認識就不深的 真的?那你慣不慣 不慣的 因為什麼都不懂 那自從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自己就多留意體育方面的資料 例如看報紙的體育版 看一些體育雜誌 電視的體育節目又多看一些 到現在就好好了很多了 如果你問起我一些關於體育的事 都可以告訴你 對了,陳敏儀 這次你在親情裡面 就是做一個工廠女工 但是看起來 你又不像一個工廠工友那樣 那你就說錯了 其實我真的在工廠裡面做過事 有這樣的事 是不是? 是啊 其實在我讀書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自己說 我說 我要體驗一下白嶺和藍嶺的生活 看看其中有什麼分別 所以在我讀完書畢業之後 我就進了工廠做了三個月 那後來呢? 後來呢 我就轉進去政府做事 過一段做白嶺的生活 但是那時候呢 我還在讀訓練班的晚上 直至到簽入公司之後 就辭了一份工作 那你的工作經驗也挺豐富的 但是又做過男嶺 又做過白嶺 我想對於你的演戲也很有幫助吧 那當然是 不過呢 我覺得做藝員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可以體驗到各行各業的人物 而且在做的時候呢 還學到很多東西 那倒是 但就像你們現在在拍奧運中環那樣 可sir教會你們很多東西 是啊 其實我們看的時候都一樣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想輪到我了 明天再聊一聊 好 拜拜 明天再聊一聊 是啊 Ken啊 陳敏儀呢 是不是你同期同學來的? 是啊 她讀夜班我讀日班的 你讀日班的 是啊 我也在親情和奧運中環看看她 很多觀眾的來信 都說她演得非常好 是啊 我也收到很多 電話 謝謝, 心情 好 誰呢 K100 找哪位 是長途電話 大月娥在韓國打回來 找誰 好…找林以文 快點 剛巧 大月娥, 我是林以文 林以文 是 你好嗎 好 好 喂, 你在韓國那邊 這麼多日 有什麼活動? 忙不忙? 很忙啊 每天 最初那幾天就很好 好吃好住 好好睡 好安靜 還有又有得玩 但是呢 由上星期一起 每天都要採牌 密切根本 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真的很忙啊 嗯哼 喂, 那你習不習慣那些天氣和食物呢? 這裡的天氣很好啊 好過香港很多 因為香港很熱啊 但是這裡呢 都是20-30度 又好… 就是很好啦 又不會很潮濕啦 那呢 就… 還有吃的東西都很好啊 嗯哼 比我想吃都好很多啊 嗯哼 都是西餐啊 他們這裡又有粥果菜 那粥果菜又很好吃啊 嗯哼 所以我老婆回來呢 會肥了啦 哈哈 喂, 有人問你呀 去了韓國這麼久 有沒有掛著香港啊? 是啊 我來了這麼久呢 很掛著香港的朋友啊 我經常都有審信回去你家裡 和朋友啊 那天都很掛著香港的觀眾 我呢 都寄了幾封信回去TVB啦 是… 都有給一些記者的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刊出來啦 那我好掛著他們啦 那… 你和我問一下一下骨頭啦 嗯哼 喂 有沒有認識到新朋友啊? 我呢 在這裡啦 和柳西蘭小姐同房啦 那雖然大家和… 講的語言 和我們兩個好死黨啊 因為兩個都很白眼啊 那時候玩的 本音呢 我就… 他呢 答應了跟我搶電話 那就是… 現在和大家聽字話的 我還教了他一些中文來講的 但是因為他呢 就領事館那裡呢 就今晚請了他去BBQ 所以… 沒有來到講 那另外呢 我和新加坡小姐啦 馬來西蘭小姐那些啦 都很熟 因為他們講廣東話嘛 嗯… 嗯… 都認識了很多人 還有泰國小姐啦 也很多啦 多數都是東方人來的 多數都是東方人來的 多數都是因為…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 自己都放在一起 少點聊天啦 但是… 總括來說呢 那些女生都很白眼 很好玩的都 喂… 什麼時候正式舉行比賽呢? 嗯… 我們呢 其實就分三次舉行的 嗯… 第一次呢就是在… 6月28號啦 即是上星期六啦 就是… Opening Shining Money的 嗯… 那呢就是… 那次就只是選那個… 民族服裝 那… 大家都知道哪個第一、第二啦 印度自治率第一啦 嗯… 那那晚就只是民族服裝而已 那… 那到… 7月2號呢 就是正式的比賽 那比賽呢 就是民族服裝 和… 那裏面將 和… 和… 永章 戴民族服裝那天呢 就是計分的了 那他就只是… 啊… 計你後面那兩樣而已 但是結果呢 他就不公布接 那剛剛呢我今天呢 就剛才… 就是剛才剛剛才是 去… 見一些judger 就每個人 做一個interview 那樣 就是好像在香港 香港選手比賽那樣 嗯… 啊… 直接見十二個 那我剛才之後呢 他就馬上結婚了 那結婚呢 我想她根本已經知道了十二個 就是最後十二個沒有女生的名單 不過她就等到七月八號 對前我們再一起出場 又是穿上那些衣服 這樣就像十二個Final出來 那就再選一個 其實她的答案現在已經差不多知道了 是等待其他另外一批女生去interview 差不多知道了 很多人都很想念你 什麼時候回來香港 最重要的 我呢就打算十號回來 就是如無意外就是十號回來 但是呢 我或者會去一去泰國 因為泰國那裏可能會邀請我們去 但是未確定 我現在還是聯絡著 或者去或者不去 如果不去我就會十號那天回來 我很心急回來 我們很心急見你 那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 她在那裏很開心 對呀 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什麼時候回來 剛才那次說 她說多數會十號回來 看看到時候怎樣 對呀 不過我也問新聞部 借了一些有關於環球小姐競選的片段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好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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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新聞 原來丹越外的同房紐西蘭小姐 是當選了最上鏡小姐 想丹越外一定是很開心的 當然了 有時候不是自己得獎才開心的 好朋友得獎就一樣那麼開心 我很贊成這個理論 尤其是喝茶或者吃飯的時間 不一定要我請著開心的 如果是我的好朋友 譬如說你幾位 我就更加開心了 你叫Kenton 我說你不單是開心 簡直是想創你的心 讓我看你的心 感谢观看